他很喜欢干情 有时候哭着糖 有时候笑着糖 闹着糖 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 每一次教他一首新的曲子 我都会想进行各种办法 通过不同的方式 让他记住这个音 和这个音在键盘上所在的位置 这种情况他还是会哭闹的 但是我们不断地鼓励他 引导他 我们就在家里面跟他开一个 小型的家庭应援会 他自己也觉得 在家里面练钢琴也是一种享受 希望孩子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要害怕困难和挫折 爸爸妈妈 他永远是你尽强的后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